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很久没有讲股票的视频了 所以今天我就来推荐五只股票 而且是我最看好的五只股票 但是呢毕竟推荐股票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大家只能做一个自己投资的参考 绝对不能就是跟风随便去跟风 自己不做学习和研究去买 然后第一只呢就是强生 大家因为知道疫情期间的话 大家很多都是因为这疫情的原因 导致了很多医疗的一些手术啊 以及一些医疗的看病啊 一直在往后延期 但是我觉得随着人世界上人口 就是越来越就是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而且中国也好 韩国也好 全世界的出生率已经在明显出一个下降的趋势 每个人在对于老年之后 这个生活的一些要求 基本的一些东西的趋势来看的话 医疗绝对是会 绝对是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照样的行业 而且的话强生他做的不仅仅 只是大家知道一些什么泰露啊 什么硬药护肤品 不仅仅是这些基本医疗方面的东西 强生他大量生产了一些 就是那些医疗器材啊 很多医院里面的一些手术仪器啊 医疗器材 他的这一行业是遥遥领先的 强生的话 他是真的是经历了历史的 美国的南北战争啊 美国的一些一战二战到现在的 强生这个公司 他的信用 整个公司的信用评分 是高于美国政府的评分的 比美国政府的信用度还要高的 而且他的股息率也非常高 强生目前的股息率已经是2.4左右 价格的区间的话也大体合理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家 它是属于医疗板块的行业 但是你不用对他抱有什么 一年百分之二三十的收益率 这种期望 另外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家漏洞 就是让你可以晚上睡得好觉的一些公司 然后第二家公司的话 就是这个洁癖摩根 我为什么推荐这家公司呢 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 美国现在是一家靠苹果 谷歌这种公司的一些科技型国家嘛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其实它真正的根源 美国真正的内部的根源 它还是一家金融果 它还是靠金融来发家的 所有美国全世界的公司 在美国上市也好 做一些对冲也好 做一些什么金融产品好 你离不开金融的 你不管你只要有 世界上只要有企业存在的一天 你就离不开金融服务 你不管去上市 不管去融资 不管去做什么那些对冲 或者是做一些那个市场资金的资金流转的话 全世界所有资金 全都是跟这些金融的巨头在移动的 而且你们会看到 最近几年来你只要是看投资频道的话 每天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洪水 一样的新闻 什么今天什么杰皮摩根投资分析 是对今年的下半年做什么 什么经济的预测 对上半年展望展望展望 它是在整个行业中有龙头作用的 而且整个目前 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里面 银行里面 杰皮摩根相对来说 财务是最壮大 而且是最稳健的之一了 然后的话第三家的话 就是那个谷歌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在海外生活的话 每天在地铁里面 可以看一下那些人 每天用的手机上 在看一下什么东西 然后像我每天一天 我不管是学投资 还是看一些 对我有帮助一些视频内容的时候 还是平时一些消遣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天投资在那个最多的平台上 基本上就是YouTube 而且一些我们上班的时候 办公的一些软件 像谷歌搜索啊 以及谷歌 它整个就是语言服务这些板块 我感觉在那个未来 一到二十年的话 它还是一个 会保持一个长期非常强劲的发展趋势 目前的话 它的那个竞争力就是护城河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它是有自己这个收入隐形和系统的 跟那个Facebook还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的话谷歌的话 我是个人是完全非常看好 它的一个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营的模式 以及它的财报也非常好看 而且它目前的估值主要 也估值也不是很高 然后第四家公司的话 就是这个NBDR NBDR是我最近半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研究的一家公司 未来的话 那个数据的话 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大的话 我们需要各种各行业的算力 我就绝对是离不开算力的 需要不管是AI 人工智能也好 其实是什么导航也好 这家公司的话 我研究了很久 我发现它这个板块 我主要是其中有一个原因 我很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我很看好它 那个黄文勋这个CEO 有些人真的是有实力 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行业 顶尖的一些IT工程师出身的 而且他对每一次一个趋势的判断 如果一个人偶尔一次判断 对趋势的话 可能是他运气加上实力比较好 但是如果他次次两三次 都能判断整个行业的趋势的话 这绝对就是一个实力了 我觉得黄文勋是在目前科技行业 唯一可以跟那个Elon Musk 就是相提并论的一个 巨型级别的人物了 而且我很看好 就是黄文勋这个人 他对一个整个公司的运营的 发展的一个整个方向 然后的话 他这个公司的话 整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他是属于未来一个掏金矿 就是你如果把那个未来的市场 比喻成一个金矿的话 他就相当于是提供那个 挖金矿产值的人 他必须让你去找那个金矿多少 他只是不停的给这些提供一些 挖金矿产值 因为具体你去分析 哪家公司能挖到最多矿 谁也不知道 但是的话 像英伟达的话 他整个这种科技 一些算力 CPU 以及一些领域的话 目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然后的话 第五家公司的话 然后就是这个Cost Call 然后他也算是我的重仓之一 因为Cost Call的话 他整个会员的那个量 以及整个Cost Call的 这个运营的商业模式板块的话 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 而且的话 目前随着食品的价格越来越涨 市场上对于一些 相对来说客户更偏向于 去买一些质量高 而且价格相对最便宜的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些大型 存储式的仓库的话 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而且他的这个竞争优势 会越来越在最近几年 越来越体现出来 大家可以在他整个运营模式上面的话 大家都可以发现了 因为他并不是以这个 之前我有一期专门介绍过Cost Call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 他卖的算是一个 会员的一个消费制度吧 为中产阶级提供一个 会员的一些消费渠道吧 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他大体的收入 80%多以上 是以这个会员卡的收入为主 他只是一个提供一个优质的一些 低价格的一些存储式仓库 而且他的那个整个商业模式 我是特别看了 他的整个公司商业模式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的 这五家公司 强生 还有那个JP摩根 还有那个谷歌 NBD 还有Cost Call 这是我推荐的五家 就是我认为目前 最值得投资的五家美股公司 就是希望对大家 个人投资方面 有一些帮助 有一些启发吧 然后今天就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